政府将着手推动消费税调整的消息公布后 本地家具和电器商看好消费者需求近期会有所增加 一些商家打算推出促销吸引客户 也有商家决定推迟产品起价 本地这家家具商在供应链和人力短缺压力下 原本打算在今年起价 但随着李显龙总理在新年献此宣布 政府将着手推动调整消费税 这让他们改变了主意 商家预测公众会赶在消费税上涨前购物 加上农历新年购物潮 这个月的销售预计会增加20% 受访电器商表示 打算为电脑和家具产品推出消费税上涨前促销 另一受访电器商则保持观望态度 暂时未有具体计划 对于室内设计公司来说 每个项目往往耗费数万元以上 消费税调整将会带来很大影响 公司指出如果消费税在装修进行到一半时调高 那么未支付的分期付款余额也会跟着调整 对于室内设计划 对于室内设计划 是稳调整的 对于室内设计划 对于室内设计划